在这次节目里,播送张忠行为本台写的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谈谈聊斋志义》里的黄鹰。 聊斋志义,作者蒲松林自己说,他是当作韩非子的孤愤之书写的。 这意思是,他心里有愤懑不平之气,在现实生活里没有地方发泄,所以编写故事,借故事里的人物事迹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感情。 抒发感情表示好恶,可以用汉朝赵一写次是集邪妇的办法斥责坏的。 也可以用东晋陶渊明写《桃花园记》的办法创造好的。 斥责坏的可以出一口气,但人的愿望是深远的,只是出气还不能满足。 所以上好的文学作品要能够创造一种渴望而难得的美好境界,以用来补偿现实生活的不足。 斥责坏的四百多篇故事,有些是单纯即义士的,但多数含有明显的好恶感情。 单说作者所喜爱的,大多是借鬼和各种精灵的活动,来显示一种渴望而难得的美好境界。 我的看法,聊斥责坏的成就,如果各类故事可以分高低,最高的应该是创造美好境界的这一类。 原因是,文学作品能够移情,如果读者的感情能够移到渴望而难得的美好境界里,短时期或较长时期与其中的人物共呼吸同哀乐。 这样的获得,其价值当然是无法估计的,这样的遗情是最深入的欣赏。 翻开聊斋志议会发现,可以这样遗情的故事很多。 但我有时想到一个问题,专说主角是精灵的那些。 作者有没有出身观念? 比如长婷,很可爱,出身是狐。 阿仙也可爱,出身是鼠。 能够与出身牡丹的葛金相比吗? 作者怎么想,我们不能知道。 至于我们读者,似乎就不能完全放弃出身观念。 就是说,看到由花变的人物,就会觉得特别可爱。 正是出于这种心情,我想谈谈黄鹰。 黄鹰是菊花精,与牡丹相比,菊花像饮饰,是花里最清高的。 依长情推测,作者写这样出身的人,应该处处表现清高。 可是,作者没有这样写,而是用了齐笔写其答。 主角黄鹰是通达加精灵和贤惠。 配角逃生是旷达加熟悉事情。 为了表现主角的通达,还写了另一个配角马子财的吉普通达。 故事是这样的。 有个马子财,北京人,爱菊花爱到远远超过常态。 他听说南京有好菊种,就去求,求得两个菊芽。 回来的路上,遇见一辆车,车后有个文雅的少年跟着。 走进了交谈,少年说姓陶,问马子财从哪里来。 马子财告诉他求菊种的事。 陶生说任何种都能养好,关键在技术。 马子财问陶生到哪里去。 陶生说不愿意在南京住,想移居北方。 马子财请陶生到他家里住。 陶生说要跟车里他姐姐商量。 车里人掀开车帘,马子财见是个二十上下的绝世美人,那就是黄英。 到马家,他们姐弟被安置在宅南的一片荒废园子里。 园里只有简陋的房屋三四间。 陶生帮助马家整治菊花。 马子财有妻,姓吕,喜欢黄英,两家相处得很好。 以后,有一天陶生跟马子财说,他不忍心总靠马家生活,想经营菊花的生意。 马子财清连眷介,很不以为然。 一见不合,陶生就单独去养菊卖菊。 到菊花开的季节,马子财听到陶家门前喧闹。 去看,近来买花的人很多。 花都是奇异品种,他又生气又爱慕。 陶生出来,拉马子财进去,招待他喝酒。 黄英做菜,做得很精致。 马子财问陶生,他姐姐为什么不出嫁? 陶生说,时候不到。 再问,要等到什么时候? 陶生说,四十三月。 马子财问,是什么意思? 陶生不说。 过几天,陶生带很多菊花往南京。 第二年春天,带花回来,仍旧卖花。 这样往返卖花,陶家渐渐富了。 于是扩大宅院,盖讲究的房子。 一年秋天,陶生又难去,到春天没回来。 马子财的妻子吕氏病死,他想续娶黄英,便等陶生回来。 过了很久,陶生由广东带来信,让黄英嫁给马子财。 一算时间,恰好合于陶生的预言,四十三个月。 家娶之后,黄英愿意住南院,马子财坚持以自己为主,住北院。 黄英住了北院,可是开了通南院的便门,日永都由南院去。 于是,北院的食物逐渐都成为陶家的。 马子财以清高自居,觉得靠妻致富很不好看,说宁愿过穷日子。 黄英讲了通达人情而略带嘲讽的话,后来就相安了。 故事的主要部分到此为止。 以下伟生写马子财有事到南京,巧遇陶生在店里卖菊花,就强把他拉回北京。 陶生从此不再干什么,只是下棋喝酒。 一次与酒友增生喝酒太多,出门醉倒,变成大颗的菊花。 黄英把菊花拔起来,盖上衣服,第二天变成人。 又一次,逃生喝酒更多,又变成菊花。 马子财照样把菊花拔起来,看着,可是这菊花渐渐枯萎。 赶紧告诉黄英,黄英知道不能救,很悲痛,掐一截埋在盆里培养,成为醉陶的一种。 此后黄英活到老年,没什么变化。 我们只听听这故事的梗概,也会觉得很妙。 妙在哪里? 借用苏东坡词的句意,是天涯何处无芳草。 世间常常是冷酷的,因为现实总是离理想很远,也就因为理想难于实现,所以反而要幻想芳草遍地。 这篇故事正是这样,就是在充满风尘的路上,竟由天外飞来,这样一位出身于菊花的美人,而且是一位出奇的美人。 旧时代的美人,焦羞柔弱,一般要由别人供养,可是这位美人不同,她精明通达,在至家理财方面有丈夫气。 但她也不能骑得出格,所以还有另一面,是奔存贤惠。 对马七吕氏是这样,对丈夫马子才,弟弟逃生也是这样。 人是这样好,是这样巧。 可以想见,这只是在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才会有的。 换个说法,我们觉得这篇故事写得好,就是因为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容许我们移情,值得我们移情的艺术世界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不同的方面欣赏作者笔法的高妙。 先说布局或情节的推演是愈变愈奇。 故事由平淡无奇写起,外出路上遇见什么人是常识,交谈合得来借给住处也不稀奇。 这是愈洋先逸,愈动先进的邪吗? 洞先是小的。 马子才约陶到他家里住,陶生跟姐姐商量。 姐姐说,乌不厌碑,而愿宜得广。 姐弟二人要个大空院落做什么呢? 有点奇怪。 紧接着是陶生为马治菊,菊已枯,拔根再植之吾不活。 枯菊能再活,就更值得奇怪了。 同样值得奇怪的还有,陶生卖的菊花皆一种目所未读,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。 自己以前扔掉的菊花,到了陶生手里竟成了从未见过的珍贵品种。 但这些还都是小仪团。 接着大仪团来了,马子才向陶生问他姐姐的出嫁日期。 陶生说,四十三月。 这是怎么回事? 他何以能预知? 在以后是一言应验了。 由说四十三月到黄英嫁给马子才,正好是四十三个月。 到此,故事中人马子才也感到大旗,读者自然更会看到大旗。 可是一直到这里,还没有表现黄英的言行有什么可疑之点。 直到马子才拉陶生从南京回来,才透露黄英也不是常人。 他们入门,黄英已为除舍,床榻阴入接舍,若一只地也归着。 怎么回事呢? 黄英如何能预知消息,为其地打扫了房间,铺设了床备呢? 形势像是阴云密布,静待霹雳一声了。 不久就真来了霹雳一声, 陶生醉倒变为菊花, 黄英出马使菊花又变为陶生。 马子才才明白,原来姐弟都是菊花所变, 读者也可以随着马子才松一口气, 原来如此。 再说塑造人物, 主角当然是黄英, 名字也美, 黄英就是黄花, 这样取名还有深意, 因为黄花习惯指菊花, 不用花而用英, 是英比花雅, 意思含蓄, 也是兼用处词, 西餐秋菊之落英的典故。 性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, 精灵本没有性, 变为人要选一个性, 那就最好用陶, 因为采菊东篱下, 悠然见南山的是陶渊明。 总之在取名方面, 作者也是用心很苦, 要美, 要让读者有所察觉, 却又不明说。 名字定了, 然后是像戏剧一样, 启木人物出场。 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是, 二十许绝世美人。 以下写贤惠, 轻轻点染, 重点是写精明和通达。 写法有两种, 一种平铺直续, 如客铺众菊一如陶, 德金义和山谷, 村外至高田二世请, 家地义壮。 许驾时词不受财, 济世马与兼臂开飞通南地, 日过客其铺, 鸠躬匹料土木大作。 另一种是对比着写, 用马子才的不通达, 反衬黄英的通达。 如马借陶家之礼, 过父后生活, 感到烦恼。 黄英说, 切非贪比, 但不少至风营, 虽令千载下人, 被冤冥贫贱骨, 百事不能发迹。 故辽为我家彭泽解朝耳, 然贫者愿负为难, 负者求贫, 故以慎意。 床头金任君挥去之, 切不敬业。 虽然黄英不吝惜自己的钱财, 但马子才表示, 不能施舍别人的钱。 黄英说, 君不怨妇, 妾已不能贫也。 无疑, 西君居, 清者自清, 浊者自浊, 和汉。 这样写, 就更显得主角黄英, 有才有识, 与一般只能顺从的妇女不同。 陶生也是个重要人物, 因为要表现黄英, 就不能不有这样一个人。 在旧时代, 一个年轻未嫁的女子, 是不好独自在路上奔波的, 何况还要同马子才结识。 顶居之后, 要显示一局的才能, 要靠一局致富。 这样的事, 显然都不易于由黄英出头做。 还有重大的, 一是菊花变成人, 而且与陶渊明拉上关系, 就不能不喝酒。 喝酒, 女子也未尝不可以, 但要浅真低畅。 大醉就不哑, 所以也要逃生出马。 二是, 故事要有头有尾, 头是设下一团, 尾是点破一团。 破一团要明白告诉读者, 主角是菊花所变, 这出戏就最好由逃生串演。 试想, 如果是黄英倒地变成菊花, 美人不再能言笑, 那不就真是唐突西施了吗? 以上是由萧级方面说逃生很必要, 还有基级方面是写逃生的为人, 也个性鲜明, 既精干又旷达。 精干来于精灵所变, 他出身于菊花, 一菊使自治, 驾轻就熟, 所以能够神乎其迹。 旷达也来于菊花, 但那是间接的, 那与陶渊明有关, 用陶渊明的诗句说, 是过门更相忽, 有酒斟酌之。 陶渊明没有醉死, 逃生却醉死了。 这也是出于作者的苦心, 即使想笔下留情也难于做到。 原因有两种, 一种是显露真相, 他必须做姐姐黄英的替身。 另一种是, 故事要其中有棋, 棋上加棋, 那就最好再来个变化。 于是通过黄英之手, 培育出菊花的义种醉陶。 再说另一个人物马子财, 也写得很好。 马子财的性格特点, 小姐是爱菊成体, 大姐是倦者有所不为, 清廉正直, 安守本分。 作者对这样的人显然怀有好感, 所以让他得了意想不到的福报, 取了黄英。 可是为了显示黄英的通达, 就不能不描画马子财的不通达。 过分不通达, 会成为于阔。 于阔常常是可笑的, 但马子财的于阔表现为客己, 就显得不是可笑, 而是可爱, 或者说是稍微有些可笑的可爱。 马子财是配角, 可是为了黄英, 作者还是不得不挥动妙笔, 让他在小可笑与大可爱间, 平凡露面。 故事展开, 最先出场的是他, 为求菊种, 由北京跑到南京, 这是小的于阔。 大于阔是与陶家结交之后, 听到陶生要用菊花经商, 他说, 朴以君风流高适, 当能安平, 今作适论, 则以东黎为适景, 犹辱黄花矣。 娶黄英之后, 因为陶家父, 他想尽力划清界限, 可是不伴随家中处类皆陶家务, 马力遣人一亿饥还之, 借物复去。 魏家巡又杂志, 凡树更马不胜凡。 后来还凯叹说, 朴三十年清德, 为清所累, 今世西人间, 徒一裙带而食, 真无一毫丈夫弃义, 人皆祝父, 我但祝穷而。 我们知道, 作者蒲松林是一生穷苦的, 穷苦难免愤愣, 但对于能安平的人, 却又怀有敬意。 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同情心, 在故事的结尾, 马子才还表现为温厚善良。 一次是发现姐弟是菊京之后, 他意爱尽职。 还有两次都是对逃生, 一次是到南京, 坚决拉逃生回北京, 让他在家坐下清福, 一次是和曾某饮酒, 他暗暗给添了些酒, 以致逃生烂醉, 化为菊枯死。 他悔恨欲绝。 就这样, 他既眷戒又善良, 才得了取黄英的福报。 此外, 用简练的文笔刻画人物, 以及心情景物, 至于出神入化的地方, 也是随处可见。 直举写黄英的一些伪力。 马子财丧妻, 欠人向黄英暗示求婚的意思。 以下的文字是, 黄英微笑, 亦似允许。 用微, 用似, 是表面含蓄而内含清晰, 恰合黄英的性格和身份。 讽刺马子财的愈阔, 黄英两次都是用典故, 只说一句话。 一次, 讽刺马子财翻来覆去地还陶家器物, 说, 陈仲子, 物乃牢乎。 陈仲子, 是古代著名的清廉知识。 一次讽刺马子财搬出去另过日子, 又常常回来住, 说, 东时西宿, 连者当不如是。 话都说得幽默而锋利, 恰好赐到马子财的痛处。 最后还要注意, 读辽斋志译的故事, 尤其像这一篇, 我们不要忘记作者, 因为他是把自己的情谊也放在里边的, 这一般是不明说, 但这一篇例外。 故事完结以后, 他还用著实写论赞的方式, 写了这样一段话。 一时事曰, 青山白云人遂以罪似, 事尽昔之, 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, 指此种于亭中如见良友, 如对利人, 不可不悟色之也。 此种当然指罪逃, 罪逃是逃生所化。 下面写如见良友, 顺利长章, 怎么又加个如见利人呢? 这是因为作者写论赞是针对全篇故事, 心里想的主要还是黄鹰, 他不只想, 还要物色之。 可是, 天地间又哪里去找这样一个黄鹰呢? 现实中找不到, 所以要创造, 要更加珍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世界。 我们读聊斋致意的有些故事, 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来欣赏。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张忠行为本台写的一篇文章, 谈探聊斋致意里的黄鹰, 由刘毅编辑小城播讲。